幫忙 這個看不出來胖 這還好 這個臉不是胖臉 不然就是他現在特別瘦 對 來 歡迎第三位 哇哩咧 來 請在這邊 來 超瘦 貝蓉 大家好 他是骨頭人吧 你好 您以前叫 對 因為我名字有一個榮字 然後大家都喜歡叫我恐龍 陳肺蓉小姐 對 然後 飛龍在天 然後會用唱歌的方式叫我 對 怎麼唱 青秋飛龍 對 飛秋天 對 然後 你好流行喔 好流行喔 他怎麼瘦下來 什麼事情把你刺激到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大概18歲 然後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就是 覺得男朋友非常重要 對 然後就會 對 然後聽了男朋友就說 你怎麼這麼胖這樣子 然後說等我瘦下來再見面 不是 他很奇怪 那妳 他追妳的時候妳就這麼胖不是嗎 對 可是他後來可能我有 越來越胖的趨勢 恭喜恭喜 對 因為太幸福了 對 然後後來他又說 不行 等妳瘦下來我們再見面 是喔 用電話說 因為妳已經失控了那時候 對 那時候食量很大 食量很大 對 因為那時候念高中 然後 課業壓力比較重 然後就是會靠吃來發洩一下 妳是功課很好的 高中 高中也還好 讀縣立高中 那算厲害了 對 功力的喔 靠吃來減壓就對了 對 就是補習完之後 就會想要去買點東西來吃 那一定要 就是鹹酥雞什麼 雞排啊 那個時候 對學業壓力 唯一的報復的方式 就是吃 真的 真的 超愛吃的 我現在還在報復 記仇記太久了吧 你那時候一餐大概吃 一餐可以吃兩三碗飯 兩三碗 然後 我是很喜歡吃那種雜食類 就是 對 像三餐之間 像一些空檔 都會想要一直吃 珍珠奶茶 對 我們看看他以前一餐吃多少 這消 消夜 這個應該只是我就是 零食吧 消 只是最慘的 這是什麼 泡沫 泡沫 泡沫三個 這個 起司蛋糕 巧克力蛋糕 對 這個最 這個 這個 這個還夾心的 對 特別喜歡吃 像夾花生醬 好香喔 這起司很 熱量很高 這個起司棒超好吃的 這也是泡沫 小的對不對 對 這些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好吃 超愛吃的 這個真的超過癮的 很萌 檸檬口味 你餓了 嗯 你們來 試試看 好好好 你試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很少吃 誰要泡沫 我我我我 要泡沫 泡沫 哇塞很重耶 裡面是 來來來 拿一個來的 哇塞這厲害的 這厲害的 這哇沙比口味的 玫瑰哥要不要來一個 哈哈 你可以嗎 老闆在瞪你 老闆在看喔 你才剛瘦下來 冷靜 你跟他們不一樣 你是偶像冷靜 嗯 我不一樣 所以飲料也是可樂 飲料 對 非常愛喝可樂 然後還有珍珠奶茶 你主要的零嘴就對了 對 這只是零嘴 一天的量 對可以 餐跟餐中間就是這些東西 對這只是餐跟餐之間的 小零嘴 最肥的就是這個 這是當年的 這個就是 減肥計畫 對 就是當年的減肥日記 因為我覺得減肥是一條很 很艱辛然後孤獨的路程這樣 然後我就會 自我勉勵 對自我勉勵 然後就說 可能我一天可能減肥 減肥期間 不小心吃了炸雞或什麼 就會 畫個很生氣的表情說 這天吃了肯德基的烤雞腿 然後就會 意志不堅 會肥 對然後就要勉勵自己說 要穿很緊的褲子 真的 我們都覺得 今天吃了肯德基的烤雞腿 好好吃 又叫了三根 喔 這樣是 炒的耶 就是會記錄自己的 一些形式這樣 然後覺得 每天去翻 然後去勉勵自己 其實瘦裡後 遲運會不一樣 遲運 對 遇到的人會不一樣 好 來 請坐 來 謝謝 第四位 哇 哇塞 哇塞 這是 許孝順的妹妹 萬一她出來 那個還是沒有消掉怎麼辦 穿黑色的上衣還這麼胖 對 不簡單 來 薇薇 她還好多 都變了一個人吧 很好 請問一下 那時候為什麼會有人叫你陸曉曼 就 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 好 就是大家都說 因為我的體型很寬 然後我很愛看麻辣鮮詩 麻辣鮮詩裡面 就是陸曉曼 對 然後就走到哪裡 欸 曉曼姐要去哪裡 這樣 然後 最近好像你演的電影有在上演 出國際 國中的時候他們也會這樣講 就這樣講 對 就是說 欸 卡曼姐不要這麼大力 你這等一下 崩去 所以妳這照片是幾年前的 大概幾年前 這個嗎 對 這個大概 國三的時候 國三 有沒有十年啊 沒有 沒有十年啊 她還年輕啊 那請問一下妳整個減肥下來 現在靠什麼維持 現在就是 會節制 就是我睡前八個小時 絕對會碰澱粉 是喔 然後我們看看她以前那個減肥之前 一餐吃多少 哇 哇 真奶 沒有 這是點心啊 Pizza 這點心 對啊 這片Pizza 是大片的 超厚 太大片了吧 這點心是不是正常 哇 真大一片 這個 而且她是吃兩片 一盒 一盒大Pizza一個人吃完OK 你在火星中這樣吃 哈哈 點心 點心 然後每天一定要喝 我現在 麥克風要近一點 現在很多國中生的點心喔 就是這個 薯條啦 炸雞啦 對 什麼雞排啊 這個啊各位 美粉 美粉 這個我跟妳講 這個要當了薯薯以後才有資格吃 你們吃什麼東西 要不要 來 這個要 這個真的是胖子最愛吃 你老闆在看到 沒關係老闆說 你要這個嗎 你要披薩嗎 披薩不錯 披薩還蠻香的 可是我回去會太罪惡了 不會 動手 董哥 沒關係沒關係 大費要披薩嗎 我覺得 我很罪惡耶 沒事沒事 反正把汁也沒把得到 他們有點無所謂 好不好吃 好吃 可是有點乾可不可以 再喝個珍珠 來來來來 你是怎麼樣 你今天是在那邊吃飽 然後回家就可以省一餐 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 我也以為過 我現在是美食單元的 而且我想到 他們可以給我們一些警惕 結果我們吃越多 不用 不用 你們都是靠殘養再過日子 對不對 說的也是 外型不是很忍重的嗎 我一直以為我是靠外型 對啊 你會變尿我 不過他很棒 他竟然一直講 他竟然一直就說 以前是男人挑他 現在是他挑男人 對啊 就是以前 就是都被人家說 胖胖的 沒有什麼資格去吃 不喜歡別人 那我就說好 你就等我瘦下來 你就站在那邊給我挑 真的 對 所以有習慣去Friday玩的意思 沒有 沒有 下一批進來 對 就不會這樣 就是現在 就是 更有自信 會比較有打扮之後 會比較有自信 我覺得跟前面三位是不一樣 他瘦的還是身上有一些肉肉的 不是說很骨感的狀態 你現在還在繼續對不對 還在剪嗎 現在沒有在剪了 就是 正常了 對 我也是 就是體態 以前就是比較 隨便 隨便 剛剛手指是細的 你看 伸出來 打開 你看手掌是細的 手指 對啊 因為我以前是學樂器 學樂器 對 有學骨鎮 骨鎮 才女 那是我也是因為別人講說 你就是瘦下來比較好 不然你那個胖旗袍穿著 坐下去就蹦 那是 太胖穿旗袍穿著就不好看 對 所以說那時候你演出常常有一個 不經意的 就可能會說 會不會說就是 你不要 你要學音樂的話 你就盡量減肥 不然你那個胖 沒有旗袍你可以穿 然後拿那種垃圾袋 然後床臉幫你表述 對啊 你看我們印象中 穿旗袍胖的都是什麼 媚婆嘛 對啊 拿有什麼瘦的對不對 來 請坐 謝謝 女藝人變化太大 沒人猜得出是誰 這位也算是我們的老朋友 夠肥吧 老朋友 對 這不算是誰吧 她很HIPPA 這個現在是 我們認識的藝人 看不出來 這是藝人 她是喔 她是喔 誰啊 這是藝人 她可以說是在我們這個節目 也算她在 她的發跡地 誰啊 我們節目也有這麼墮落的時候 對